一年一度的水里一鸣爷圣诞千秋 日前在水里一鸣爷前广场 举办圣诞千秋庆典团拜活动 现元宵之全道场团拜 恭贺一鸣爷 也感谢管理委员会的用心 希望借此活动能够带动地方经济的产业发展 活络经济 从你日后生过去 在地团前的时候 可以说是我们地方相当重要的宗教活动 在新的管理委员的生理以来 一直希望说 他过去一段时间的宗教活动 可以提升我们水里 国家好的经济 让我们的一名说 因为的丁信 信重万天 所有的生理人 大家都有很好的生理来做 大家可以合家平安 办事主义 身体健康 道场参与社会的县员陈昭玉指出 一名庙是积极 水里 心意 鱼池 客家族群的信仰中心之一 他并表示借此宗教活动的举办 祈求国泰民安 四十无灾 八节有庆 乡亲朋友 克尽职责 尽本首份 长期关心地方的县员陈淑慧 在庆典活动中祈求乡亲信众大德 宏图大展 和家平安顺利 我们今天特别在县员的庆典 来基盘到我们专乡 这个主管 和民理代表 以及我们信同 共同做到这个团拜 来祈求保密到我们水里乡 以及临近的兄弟 所有的这些好朋友 我们一个人都可以平安顺利 包括说股业 也可以合同台带 来拯救到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大家合家平安顺利 水里乡一名城皇庙一名爷 圣诞千秋庆祝活动 县员陈昭玉 小志全 陈淑慧到场恭候团拜 也希望借由地方信众祈求之下 一名爷能够保佑地方事物平安顺遂 记者廖坤对水里采访报导